这先开始我们讲QR 有了Express的基础之后 再去使用QR就会变得很清车熟路 虽然说QR里面也有一些新东西 但是整体来说它和Express还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为什么它们非常类似 但是QR却是一个 未来一定会有很大发展的框架 就是因为它相对Express的一步回调来说 QR原生支持这个一步函数 就是osync await的这种方式 我们都知道 对于GS来说 它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一个一步的问题 因为GS是单线程的 对吧 它只能通过一步来去完成一些并发的一些事情 但是一步的写法 这是让人很淡疼 很头疼的一些事情 特别是这种一步回调的这种写法 我们也在之前也体会过 虽然说属于Promise 但是还是有很多级Promise在传递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多层级的Promise的一些调用 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头疼 或者说看起来很不爽的一些事情 你可能对Promise了解已经够深了 已经够有轻车输入了 但是用起来还是没有这个osync await 这么直接这么灵活 这就是我们要学QR框架 以及要学这个osync的语法的一个原因 这个据谁的体会呢 我想学完这一章之后 大家应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体会 然后接下来的这种新开发的框架 他们都是基本上都是基于QR的 比如说这个阿里的这个ag.js ag.js号称是一个企业级的一个nodges框架 它也是基于底层的这个QR的这个nodges框架 然后自己在上层封装了很多企业中常用的一些中间件 一些工具来去最终实现了这个ag.js 然后express呢 虽然说我们说过之前介绍express没有过时 这肯定是没有过时的 现在来看没有过时的 但是QR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就像QR现在和VUE React这一些也是一直并存着 也不能说这QR就已经过时了 它其实没有过时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中或者说团队中 或者说我们组内维护的系统 并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是今年开发或去年开发的 肯定有一些是五年之前 甚至是五年以上的时间开发的 这些系统呢可能会很庞大 然后很复杂 然后一时半会儿改不了 或者说就是没必要花成本 没有人员没有精力去改这东西 运行的挺好的 但是他既然是用了一些很多年之前的技术 对吧 那就就得一直维护着 一直维护着 然后一直是让他有工作 毕竟技术是为了业务 为了产出而服务的 我们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 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并存是现在的一个长期的情况 但是QR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包括这个Async Wait的这种语法 大家想想到时候流暖器都支持了这种语法的话 那基本上GS的一不回掉 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简单 好我们看一下本章的目录 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这Async Wait的语法 相信还有很多同学不清楚 或者说不熟悉这个语法 所以说我们先介绍一下 然后在是介绍完的基础上 我们再去安装和使用QR 这个过程和介绍Express那个是一样的 另外就是基于QR去开发接口 连接数据库 实现登录 日志记录这些 这个过程和之前讲解Express 也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再去分析QR中间的原理 大家看这个过程也是和Express的 那个讲解方式一样的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看完了Express那一章之后 再去学QR 那肯定是要容易很多 要轻松很多 特别是这个中间界的这个机制 QR和Express是逻辑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跳过Express 直接看QR这一节 而是要一节一节的同学到网络看 毕竟我们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 都是步步深入 我前面和后面有的很紧的 就是不能说你跳跃着看 跳跃着看的话会对这个学习的效果呢 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一下 Async Await语法 中文呢叫一步函数 我们直接打开我们之前讲那个promise的一个例子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没打开 可以先再停一下 自己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promise test 这个文言家里面有一个files 一个文件对吧 里面有A.decent B.decent和C.decent 这个A.decent有个next next就是B.decent 然后B.decent有个next就是C.decent 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之前都说过了 然后有个index.js 这个里面呢我们去通过promise的方式来读取了每个的文件 每个的文件的next呢 next又是下一个的文件面 对吧 然后就这样一次去读取 这是promise的一个实验方式 当然上面注释的还有一个callback的实验方式 但是callback的实验方式是非常恶心的 这个promise的实验方式呢 看似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有了async wait的语法呢 那就变得更简单 首先我们在写之前 我们先确认一下 就是你的node版本 node版本一定要是大于等于8.0的 我现在这个版本是v11 v11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大于等于8.0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我们留着这个promise 就是这个getfilecontent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留着 因为这个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对吧 我们这个async为的语法 一部函数的语法也是基于promise的 它并不是一个什么 一个新的创新 你可以以为它是一个promise的 一个语法堂 这么理解的话 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 我们后面把这个promise的使用给它干掉 然后我们现在 入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async为的语法怎么去用 首先我们肯定要定一个async的函数 就叫async function async function我们就叫readfile data 这个随便了 这个随便了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去这样写啊 定一个叫a data 那个变量的命运跟现在一样 a data复制是什么呢 复制成一个叫 把这个号位过来 就是之前 之前获取这个a.dc的这个 然后我们在前面加一个avit 大家看 getfile content 然后把这个a.dc传进去 它返回的是个什么 它返回的是个promise 对吧 它返回的是个promise 然后promise包裹的是什么 包裹的是这个a.dc的这个文件的内容 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就这个地方 那我们通过avit avit后面跟一个promise avit后面跟一个promise呢 那就可以把这个promise里面的这个resolve的这个内容 直接给它取出来 放到这个a.data上面去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 好 这样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再定义这个a.data 然后 然后我们再定一个b.data 我们说我通过这个avit后面跟一个promise 然后可以把这个promise里面resolve的内容全部获取出来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b.data 我们就访问b的文件名 对吧 b的文件名 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直接去avit一个getfile content 然后这个a.data.next是不是就是b的这个文件名 我们之前说过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b.data回去出来了 大家看 这个其实就是b的文件名 对吧 b的文件名 然后我们通过getfile contents这个东西返回个promise 然后通过avit把promise内容解出来 然后放在b.data下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b.data的内容再打印出来 OK 同理我们再拷购一下 直接放在这儿 然后这个c.data的内容是通过这个b.data的next获取的文件名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把内容获取出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c.data的这个内容给它打印出来 那我们这儿讲到的第一个规则 就是avit后面我们可以直接跟一个promise对象 对吧 大家看这种情况 avit后面可以直接跟一个promise对象 然后这个promise对象里面resolve的这个内容 可以直接被avit解析到 然后返回到这个前面的辨量中来 这是第一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 avit要使用avit 前面必须通过一个async的一个函数去包裹 你不能直接在外面去使用avit 比如说你直接在这儿去使用avit 这肯定是报错的 因为你这个avit的外面并没有一个async的函数去包裹 好 那我们现在执行一下这个readfiledata 我们现在执行一下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保存一下我们现在执行 好 大家看 已经把这个内容打印出来了是吧 和之前用promise打印的内容是一样的 这肯定是一样的 大家看 对比一下这个写法 有了这个avit之后呢 我们这个写法就变成了完全是一个同步的写法 对吧 我们记一下 同步写法 完全是一个同步的写法 同步的写法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仅通一个写法来看 你看如果是一个一步的一个语法 对吧 那我们通过promise来看呢 它还是一个一步的语法 毕竟这个点在里面 我们还是要穿一个callback的一个函数 对吧 这个点在也要穿一个callback的函数 这个点在也要穿一个callback的函数 这样的话 只要是传入函数的 那都是一个类似于一步的写法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传入任何函数 它就是一个同步的写法 就是虽然说这个promise 这个地方是个一步 但是我们通过avit 能把这个一步给它 变成像同步一样的写法 这就是一个 async await的一个进步 也是让我们操作一步 变得更加灵重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什么呢 就是执行这个 async语法返回的也是一个promise 也就是说 我们执行这个返回的是个什么 我们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对象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们这可以再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和这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定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简单的注数量 我们定一个readA data 我们就是只去读取A的这个文件名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写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returnA data 给它返回回来 好 然后这是个async函数 async函数里面去读取了A的文件内容 然后把它返回回来 这个没有问题对吧 然后我们下面再定一个async函数 我们去叫test 因为这个函数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去 把这个 定一个A data 然后 await readA data 大家看这有点lau对吧 你从这读取完了 从这个函数里面读取完了A的内容返回 然后从那又重新读取了这个函数的内容 虽然说是有点lau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这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async函数 执行的数 它返回的也是一个promise 因为await后面给那个promise 对吧 好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应该是没有打印的问题 把这个打印一下 保存 重新运行 OK 看 把这个A的内容都取出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几个要点 就是async await 要点 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 await 后面 可以追加 promise 对象 对吧 然后第二个要点呢 就是 await 必须包裹在 async函数里面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 这个 async函数执行 返回的也是一个promise对象 大家看它返回的也是个promise对象 所以说 async函数执行 它可以被追加在await后边 对吧 然后其实还有第四个 就是我们这儿没有讲的 第四个 然后讲的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truckach来去 截获 promise中 reject的值 我们这个地方await后面追加promise的对象 然后获取 result的值 对吧 promise里面肯定是有这个 reject的值和result的值的 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test先注释了 然后把这块再解开 就是 在这里面 如果说哪个promise 它被reject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truckach来去 把这个事情搞定 就是最外层加一个truckach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promise中 reject的这种方式去搞定了 console.arrow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完全一个同步的写法 对吧 我觉得我们写 同步的时候 没有ebo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么写的 那加上ebo之后 我们结合 async和wait函数 我们还是这么写 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灵便 但是这几个规则 大家要记住 这几个规则 大家要记住 我建议你是把这几个 手中去记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 自己的笔记中 或者说某个地方 然后方便的查看 不要看过之后就忘了 ok 这是我们对async avate预法的介绍 接下来之后 有了这个基础呢 我们就可以去 介绍cruckach2了 deine招待 说45 我认识 。 我们不妙的 应该做 费处 我对你 好 我 不妙 已 当对 我 我有